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在米兰的美术馆做我的展览 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做一个performance 我这个作品的开始是从2005年 在中国的我的当时的艺术区叫索加村艺术区 当时我的工作室被政府拆了以后 我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一种抗议 引起一种对社会对艺术家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关注 之后的我又做了好多对人类社会 甚至说整个人类文明有关的一些作品 就是我又想在作品里边把这种人所创造的东西 跟人本身的这种矛盾相互影响 相互这种骁龙这种关系在我作品里面表达出来 我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在2013年我开始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的作品 我第一个尝试叫Council Village 这样当时在中国的这些很快的发展步骤里边 有很多的农村因为当地的化工厂的原因 有很多人的这种自然死亡率就提高了 所以说我又邀请他们来参与我的作品 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好多要求 就拍了很多作品吧 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的作品 但这次还是非常高兴能在这儿 用一种Hardinger City的方式 自己和这种人类一些史前文明 甚至说非常早的一些文明 一些文化的一些遗迹做一个作品 其实能把我的这些作品里的主题 更往历史之前提进一步吧 能把我的这个作品能够更深化一下 在这个作品里面 在后面看到这个背景里面 有来自像拉丁美洲 非洲甚至亚洲 一些很典型的一些文化遗迹 这都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文物 其实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做这个作品 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整个美术馆的邀请 也感谢包括萨克这个画廊做了所有的工作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整个这个作品的一个支持 感谢 Metri Glasses 感谢观看 但是还有一点高兴